如果他不是中國人,他搞港獨製的外來人士,我們必須要殺! 他不是中國人,外國人,是不是要搞我們香港,是不是必須要殺! 剛才曾紹華在台上說,搞港獨製要殺,這件事算不算人事不合呢? 當然是殺什麼,殺豬殺狗不是什麼的一件事,這些這麼無謂的問題,多年來斷章不了取義,是這個問題 那殺無赦的意思是什麼? 大義,想言,如果搞港獨的人,是將整個國家的命運顛覆,要令到我們香港和祖國13億人,要為他而去付出龐大的代價,這些人殺了他們做什麼? 是不是?殺無赦的意思就是說,是這種叫做疾惡如仇的意思,你不要斷章取義 所有涉及有沒有違法的問題,就不是我回答的,是由執法機構連同律政司來處理 但是對於什麼的言行,是屬於我剛才說,是無論政治立場是怎樣 這些粗暴、侮辱性、恐嚇性的言論都是不能接受 我想社會對於近日聽到的言論,用我剛才那把尺,都很明顯是讀得出,究竟我們作為一個文明社會,應不應該接受這些言論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